天上的恒星跟着一样 会生会死 虫 被你抵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准备要诞生 恒星也是从某种状态之下 才开始要诞生一颗恒星 真的长出来吗 小丸子天天捣蛋 因为它还没有稳定 来到像他妈的这个年纪 是最稳定的时候 然后总干扰到 就变成丸子他妈 喇喇也就有显著的改变 然后呢 喇到最后 难免就要死掉 死掉之后 还是有东西要留下来 留下一堆遗憾 恒星的一辈子 也是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 是有转变的 我们太阳目前就是属于 逐渐有很剧烈的变化 最后死了 只留下遗骸 所以恒星也是会变化的 这个悲敏阶段 经历学说 所以我们的恒星 我们的太阳性 就是从星 既云气当中半生 逐渐的长到稳定阶段 就是我们现在 逐续型的太阳 我们这颗太阳 它最后要死的时候 它就会变好大一颗的 红巨星 有的恒星会变得更大 红超巨星 有的恒星变到更大之后 甚至会很猛烈的 炸开来 亮到不像话 创之外叫超新星 总之不管如何 最后一定只剩骨骸 一定都留下中心残骸 恒星死亡之后 所留下来的中心残骸 就是这三种东西 白矮星 中子星跟黑洞 差别在 走哪一条路死掉呢 很重要 跟质量也会 瘦子跟胖子 死法截然不同 越胖的人死越快 恒星质量越大的 生命真的是越短 太阳有大 所以我们太阳的寿命 有一百亿 像太阳是属于质量小人 我们走的死亡的路线 红巨星 白矮星这一条路 如果质量比太阳大 八倍以上的 这一个路线死亡 红超巨星 然后超新星爆炸 最后会遗留下 中子星还是黑洞呢 一样看质量 质量很大的 死掉之后 留下来的残骸 才会是黑洞 黑洞或是热洞 就是一个很致命的星球 密度大到不像化的星球 所有的恒星都是从星际 物质当中诞生 什么叫星际物质 星际那些很稀疏的物质 主要以气体为主 分布在其间 这就叫星际物质 如果这些星际物质 本来密度很小 后来终于某些原因 让它们聚集起来 密度开始增加 所以这些稀疏的 密度很小的 开始密度增大 我们就说 哇 那它就变成所谓的星际云气 星际云气 简称就叫星云 星云有三种 暗星云 反射星云 跟发射星云 先来看这一种 这个叫码头星云 码头在哪里 黑黑的 这就是码头星云 为什么黑 很多人会觉得 什么都没有 错 不是什么都没有 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宇宙很辽阔 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应该看到远方的星光 所以你今天看到一片黑 那代表说 有东西打住了远方的星光 这就是大量的星际云气 尤其是尘埃比较多 而这些星际云气 这些尘埃 自己不发光 却把远方的光遮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 黑黑的 这叫暗星云 这个也是星际云气 左边这一张像什么 蓝色的 像不像那个女巫的侧脸 这叫女巫星云 右边这个像什么 这些花现在叫玫瑰星云 蓝的 红的 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这个蓝的呢 这叫反射星云 是星际云气 反射附近的恒星 所发出的光 看到的颜色是偏蓝 然后为什么这个星际云气 是红的呢 这里头有好多颗恒星 温度很高 释放出来的能量 把这里的星际云气给加热了 被加热的星际云气 热了以后自己发出能量来 所以才会颜色偏红 这种是它自己发射出来的 所以叫做发射星云 星云有三种 这个就是黑的和星云 蓝的 这是反射附近恒星的光 反射星云 红的是恒星 把这些云气气体加热 然后气体热了 自己发出来的发射星云 我现在可以用光谱来做演证 这些星际云气体我们很远 我们利用拍摄到的光谱 就可以合理地推测 这些星际云气里面 有哪些组成 不管是暗星云 反射星云 还是发射星云 星际云气里面 大部分是气体居多 尘埃的量比气体 普遍来说要少一点 气体里面 尤其又以氢最多 亥次之 星际云气 因为彼此之间的重力 开始互相吸引 互相聚集 当这些气体跟尘埃 开始聚集 越聚中心的密度 会越来越大 当密度越大 它的温度就要逐渐升高 同时旋转起来 当中心温度高到一千万度以上 大量以氢为主的这些气体 它就可以开始进行 合融合反应 就会往外把光跟热辐射出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 哇 这里半生了一颗云心 因为它已经开始可以 往外把光放热 红星就在这样的一堆 星际云气当中诞生 所以就出现了小丸子 又小癌不稳定的红星 同时会有一些气体或尘埃 以太阳系为力 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微行星 然后再不断地碰撞 集结 形成绕着红星转的大小行星 这就是我们太阳 或者其他的恒星都是这样诞生的 恒星来到了稳定的阶段 就称之为它进入主续型的阶段 所谓的稳定是什么意思 稳定也就是它不变 那应该是所有的力量要洽达平衡 它才会稳定不变 所以这一颗恒星有很多的气体聚集在这里 所以就会有很大的万有引力 重力要互相吸引 这些物质就要往中间聚集 所以重力就产生一股向内聚集的力 造成一个向内的压力 恒星中心合融合开始产生光跟热 把物质就要往外推出去 就产生一股向外推的压力 这两种力 上内重力所造成的 还有何百应产生的能量向外 这种向内跟向外的力 刚好恰达平衡 它很稳定这样阶段的恒星 我们就叫做主续星 所以主续星它刚好内外 这样的力道达到平衡 所以很显然它的体积不会变大 也不会周速变小 因为它刚好达到平衡 它所发出的光度 每秒发出的重量 也刚好都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新的合融合反应 在整个恒星的寿命里面是最重要的 所以主续星它的寿命 大概占了整个恒星寿命的90% 主续星的阶段可以维持多久呢 它为了要内外达到平衡 所以显然如果这一颗星的质量越大 就有越大的重力 为了要跟这么大的重力达到平衡 必须要产生一股相对比较大的 往外推的力量 这个往外推的力量 当然要由轻的合融合反应来提供 因此当这一颗星的质量越大 迫使得这一颗星的内部 合融合反应的速率就要越快 合融合反应速率越快 轻当然相对的它会比较快 就会被消耗殆尽 经被消耗殆尽的时候 这一颗主续星就到了它寿命的终点 它轻合融合已经不再有足够的材料来提供 那么它往外释放出来的 热的这一股压力就会太少了 所以这一颗主续星就不稳定 就要迈向死亡 赫罗图里面 在左上角蓝色的主续星 质量比较大 质量越大的星 寿命会越短 到了最终 轻用的差不多了 内外的这一股力量就会失衡 这一颗恒星就要迈向死亡 那它的死亡路程 走哪一条路呢 假如是我们这一颗太阳的话 轻的合融合使用殆尽 向外的压力变得很小 这时候重力比较大 就要把所有的物质往内吸引 重力在发挥作用的时候 现在你想像老师如果把这个上体擦一放手 上体擦就会往下掉 原因就是因为重力 那在受重力作用往下掉的过程当中 重力位能要逐渐减少 减少的重力位就转换成它的动能 所以同样的因为重力这些物质要往内吸引的时候 它的重力位就减少了 减少的重力位在这里转换成的能量 就会使得这一颗原来的恒星温度突然升高 温度升高到足以让它产生第二波的核反应 氦就可以核融合变成其他的元素 在这样的变化过程里头 这一颗恒星就要体积被撑打开来 它就会变成一颗红巨星 那因为它这个体积变大得太快 只要气体体积膨胀 温度就要下降 所以我们本来是温度比较高的黄色图屈星 来到这个阶段 表面温度就会降得比较低 变成天红色的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一颗红巨星 以我们这颗太阳来说 我们现在太阳的大小在这里 我们太阳在死的但老的过程 它会变成一颗红巨星这么大 它的直径是2AU 我们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1AU 在变成红巨星的时候 它的体积会不断地变大 水星星星科学家的浮记是 一定会被它吞进肚子 科学家推向太阳座这个变化的同时 会产生一股力量 帮我们地球稍微往外推一点 太阳在变成一颗红巨星外围温度降低 可是它的核心依然刺热 所以后来外围的气体一直被膨胀推出去 就一去不回了 就跑到星际空间当中 变成星际物质 留下原来这颗恒星的次热的中心残骸 这就是白矮星 我们的太阳后来所变成的白矮星 大概是跟地球一般大而已 好小一个 那它是我们原来的恒星留下来的残骸 原来恒星的能量还在 所以温度高 看起来是白色 称之为叫残骸的原因是因为 它已经没有能力在进行和融合反应 所以它不会再制造星的能量 所以只是原来残留的能量往外辐射而已 所以一开始温度很高 能量不再制造 只是一直往外辐射 所以后期能量释放的差不多了 它会温度越来越低 这就是我们观察到 某一颗恒星就是在经历这个阶段 你可以看到这一堆就是恒星外围的气体 开始往外跑 留下一个中心残骸 白海星 这一颗星大部分的物质都被往外膨胀推出去 又回到星际空间 又是我们的星际物质 所以恒星从星际物质当中难受 恒星死亡之后 大部分的物质 其实也像这样回到我们的星际空间 科学家说 大概是我们太阳子亮的0.4倍以上 8倍以上 大概是走这条路线死亡的 那如果那一颗恒星它只有太阳质量的0.4倍以上 这样的一颗恒星在死亡的过程里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太阳这颗恒星会有红巨星的阶段是因为点燃了第二波的核反应 制造出大量的能量把它往外膨胀推出来 如果原来的这颗恒星质量太小 它收缩的时候 重力位能所转换出来的热不够多 没有机会点燃害的核肉核粉 它就不会有机会膨胀变成红巨星 它就直接收缩成一颗白矮星 所以如果质量太小的恒星在死亡的过程 它是不会有红巨星这个阶段 直接收缩成白矮星 如果那颗恒星的质量比我们太阳大八倍以上 这样的恒星寿命比较短 因此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种现象了 质量是太阳八倍以上 它在主续星结束之后 氢核融合释放出来的能量少了之后 重力把它往内拉 因为质量太大 所以它重力它说释放出来的热就会非常的高 点燃第二波的氦的核融合反应 就会让它哇膨胀的更快 它就变成一颗红超巨星 那因为它内部的温度太高了 所以它除了进行氦的核融合之外 还可以再进行下一波的其他的核融合反应 最后最后应该可以核融合到像铁这样的元素 这些更复杂的核融合反应 释放出相当多的能量 所以就把它爆开来 就会有所谓的超巨星爆炸的阶段 红星爆开 所以我们看到它刺热的比较内成的部分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亮 在宋朝的时候 看到说天空怎么突然多了一颗很亮的星 亮到连八百天都清楚可见 这一次的超巨星爆炸就是这一个卸壮星云 这就是当时超巨星爆开来 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观察到它突然之间亮起来 是西元1054年 一直到今天我们测量到它外围的物质 抛回我们的星际空间 速度一秒一千五百公里 就你看到这些星际物质 就是被它推出来 它留下来的中心残骸 密度非常的大 称之外叫中子星 那何为中子星 原来的恒星重力互相吸引 它的物质往内塌缩而成的 它的重力太大 所以连外围的电子都被拉进原子核里面 跟原子核里以后带正电的子子结合 变成不带电的中子 这一颗残骸 这一颗星体 它离里外外都只有中子 那假如原来的那颗恒星质量在更大 超星星爆开来之后 留下来的中心遗骸就会重力更大 使得它的密度更大 重力大到连光线都无法逃脱 那样的星体就常常叫黑洞 比如说如果老师上其他往上丢 到了某个高度 重力就把它拉回来 如果我用病一点 初速度快一点 我就可以丢高一点 最终它还是被我们地球的重力拉回来 如果要能够离开地球的重力 我们的重力终于拉不回来 它终于离开我们地球 要逃脱的话 初速要大概每秒12公里 它就可以离开地球 如果这一颗星球的引力重力 大到连光速这样的速度 都无法逃脱这一颗星球 光以光速都无法离开 这一颗星球的引力吸引 这就是什么动物 所有的恒星都是从星际物质 原来是稀疏的气体 跟少许的尘埃 开始因为重力而互相吸引 密度逐渐增大 变成星际云气 星际云气再因为彼此的重力 再相互吸引 让它开始凝聚 体积缩小 密度变大 稳度升高 它就可以扮成一颗红星 红星内部的核荣核反应 来到一个不稳定阶段 就是核荣核反应 向外释放出来的向外压力 跟重力要往内拉 所造成的这个压力 内外达到平衡 就进入主序星阶段 一颗恒星 大部分的寿命都在 主序星的阶段 占了90%的长度 然后不同的质量的主序星 它的死法会不一样 蓝色的主序星 就是质量比较大 如果质量是太阳0.4倍以下的 质量不够大 所以它 它说的过程里面 没有产生足够的能量 就直接它说变白矮星 那如果像我们太阳 这种质量的恒星 在它说的过程里面 重力转换成的能量 使得这颗星的内部温度 会再度升高 而让它可以进行 亥的核荣核反应 开始膨胀 气体膨胀 它的温度就会下降 所以表面温度 就会降到比较低 变成红巨星 即使不断地膨胀 外围的物质跑出去 又变成星际物质 留下中心 很小颗的 刺热的遗骸 那就是白矮星 只要叫遗骸 就是它都没有能力 再进行任何的核反应 如果质量比我们 太阳大八倍以上的 它重力它说的过程里面 释放出的能量更多 所以它就会红超巨星 然后它就可以 有更高阶的核荣核反应 后来就会制造出 巨大的能量 就把它给撑放 它就变成超巨星爆炸 爆开来以后 大部分的物质 六层归成土归土 又变成星际物质 留下来的中心残骸 命度极大 重力极大 可以是中子星 或者是重力 更大的黑洞 这就是宇宙中 我们所了解的 恒星的一个 生活并死的演化过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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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